43岁女子天生不孕不育 却突然被告知有个儿子 DNA鉴定显示为亲生 眼前这个女人名叫王宗琼 几天前她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 对方口口声声说她的亲生儿子在自己手里 要求王宗琼拿出十万元将其赎回 这番话让王宗琼满脸疑惑 她与前夫早已经离婚 这些年里一直是一个人过 况且王宗琼早就被诊断出先天性不孕不育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儿子呢 本以为是骗子打来的诈骗电话 没有过多理会的王宗琼索性挂断了电话 哪知对方很快又寄过来一张还在抢宝中的婴儿照片 通过仔细观察后王宗琼发现 对方居然和自己亲戚家的孩子很是相似 内心开始半信半疑的她再次拨打了对方的电话 当听到对方是个代孕妈妈而且可以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想起一些往事的王宗琼开始有些慌了 她连忙带上自己的好友赶往了当地的亲子鉴定机构 没想到这个小孩真的与王宗琼存在血缘关系 为了赎回自己的孩子 王宗琼与对方相约在派出所见面 交了钱报回自己的孩子后 王宗琼想起了当年发生的事情 13年前 一直饱受不孕不遇困扰的王宗琼来到一家医院就医时 认识了医院的生殖科医生张喜伟 那时的王宗琼肤白貌美体态苗条 最主要的是家境丰硕的她坐拥亿万资产 这极大的吸引了张喜伟的注意 二人很快就发展出了不正当的医患关系 这时张喜伟提出了可以让王宗琼生育孩子的方案 那就是进行受精造人 女子先天不孕不遇 却突然冒出个亲生儿子 本以为是诈骗 可做完亲子鉴定后才发现 居然真的是自己亲骨肉 原来根据医院的检查结果 王宗琼的输卵管先天畸形无法怀孕 但是他的卵子是正常的 于是作为生殖科医生的张喜伟 通过植物之便绕过审查 将自己的精子与王宗琼的卵子结合 一次性制作了15枚胚胎 但是我国对于做试管婴儿有着严格的要求 只有领取了结婚证的合法夫妻才有资格进行操作 但是此时的张喜伟已经拥有自己的家庭 从行为上来看本身就是不合规也不合法的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 王宗琼也通过人工受孕的方式生下了两个女儿 但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作为孩子父亲的张喜伟不仅没有半点喜悦 反而对着王宗琼破口大骂 指责他没有生个男孩 正当王宗琼想要去找张喜伟争论的时候 这才发现对方住的地方早已人去楼空 张喜伟前后态度的巨大转变让王宗琼难以接受 多次联系也无人接听后 王宗琼一怒之下将其告上了法庭 由于此时张喜伟依旧没有和妻子离婚 犯了重婚罪的他只能净身出户 将自己名下的五套房产和现金全部留给自己的妻儿 丢了工作也没了钱的张喜伟消失在了人海 即便王宗琼拿出100万元作为悬赏 也没有得到任何与张喜伟有关的线索 直到现在又有一个儿子出现后 王宗琼才恍然大悟 当年那些冷冻的胚胎或许并没有被销毁 孩子的父亲也一定是失踪多年的张喜伟 为此他再次将其起诉到法院 要求张喜伟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 那么这次张喜伟会出现吗 长得那个一个人的磨子磕出来一样 刚好又是那种啪哒的照相 照着照看笑的 女子先天不孕不遇 医生男友利用植物之便 一口气制造出十几枚胚胎 如今13年过去 女子却被告知别人手上有自己的孩子 于是一气之下将前男友告上法庭 面对突如其来的法院传单 张喜伟并没有露面 而是让自己的律师代为出庭 此时的张喜伟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 他不希望以前的事情扰乱自己现在的生活 而此时由于孩子的出身本身就是违规行为 张喜伟不可露面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确定孩子的真实信息 现在除了在生母上填写王宗琼的名字外 其他的都属于未知 最让王宗琼担心的是 事情发生后 他第一时间来到当年存续胚胎的医院 不幸的是 他的相关资料已经被人取走 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就连取走人的信息和签名都已经被人销毁 王宗琼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来确定孩子的父亲就是张喜伟 也没有办法强迫对方去做亲子鉴定 事情到这里停滞了下来 现在由于孩子的生父没有办法确认 自然也就不能为其上户口 以后上学都是个问题 最让王宗琼担心的是 之前他在医院里留下的胚胎足足有十几枚之多 如果在这些年里 不断的有人用自己的胚胎去生产孩子的话 他不知道自己的血脉到底会流向何方 要是被人故意贩卖的话 不敢想象这将是一副怎样的场景 目前我国对于试管婴儿有着严格的把控标准 希望大家不要以身犯险 以免出现重大的过失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你对于这件事有怎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